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永远成不了一个有影响的能带货的自媒体 原因就是你太消气 只管表达自己那点公主心 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看了会是什么感受 举个例子 今天天气好好哦 带着宝宝出去拍了一天照 开心满分哦 知道这种内容别人看了什么感受吗 哦 你开心满分啊 但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此类内容最多算是日记 永远也引不起太多的关注 那么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什么 挺好 今天天气很好 城南二十里有片油菜花地 带着孩子去拍照还是不错的 旁边有家土菜馆很贵很贵 但菜还是蛮好吃的 然后呢附上路线图和你孩子的拍照效果图 听明白没有 在自媒体上发声 你的分享有多大气 就有多少人用狐狸 我是一二姐 可以有关注 咱们可以经常聊一下自媒体 隔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